美国极具争议的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 以独特的采访风格进入美国广播公司 一心想要做出些名堂 没想到节目火爆的背后却接连惹上诉讼 1957年底 迈克华莱士的节目再次引爆重磅炸弹 节目嘉宾爆出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 请人代笔写书而获得普利策奖的丑闻 这触怒了一心想把儿子送上政治巅峰的老肯尼迪 肯尼迪家族会如何向迈克华莱士的节目施压 这个事件对迈克华莱士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 直至十年后 迈克华莱士才重返美国主流广播公司 继续做调查新闻 1967年 他被派往越南做关于越南战争的报道 迈克华莱士职业生涯中遭遇的又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又是如何一步步引爆的呢 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杨磊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迈克华莱士的纠纷 第三集 揭露美军越战内幕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 迈克华莱士惹上了第二场诉讼危机 是关于肯尼迪家族的 老肯尼迪虽然在政治上败走迈城 但他雄心勃勃 发誓要把几个儿子送上政治顶峰 老肯尼迪为了约翰能够当选 不惜重金宣传造势 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 约翰肯尼迪迅速成为名人 1956年 约翰肯尼迪出版了他的著作 《勇气面面观》 影响很大 1957年 《勇气面面观》获得普利策奖 肯尼迪成为明星政治家 《勇气面面观》 是约翰肯尼迪的政治资本 如果著作真被证实为造假 则肯尼迪家族 一直精心打造的高大英勇的 约翰肯尼迪将会颜面尽失 并且再无登上政治舞台的可能 这对于立志要培养儿子 当美国总统的老肯尼迪 是致命的威胁 他当然要用尽各种手段 来打压这件事情 把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他们动用一切力量寻找证据 并且给电视台施加压力 老肯尼迪打电话 要求索赔5000万的第二天 肯尼迪的律师团队 便大踏步地走进了 美国广播公司总裁的办公室 带来了证明 约翰肯尼迪著作权的详尽证据 要求对方直播道歉 律师的态度很明显 我们这里证据确择 上法庭肯定是我们赢 只要电视台直播道歉 澄清事实 把不良影响减到最小 也可以考虑不打官司 总裁对此感到忧虑 一方面 他相信皮尔森和华莱士的可信度 他们应该是有足够的证据 才会在节目中公开批评 皮尔森曾卷入过无数诽谤案中 但是他一般证据充足 可是另一方面 肯尼迪家族实在是太强大了 如果真打起官司来 也不一定谁输谁赢 问题的关键是 总裁压根就不想打官司 不想冒任何风险 考虑再三 总裁最终不仅屈服于 肯尼迪的最后通牒 甚至还起草收回先前言论的声明 总裁本人在电视上道歉 说道 我们对这一错误深感歉咎 认为这对一位杰出的公务员和作家 严重不公 就这样 一场索赔数额巨大的诽谤案没有发生 电视台总裁诚意十足地道歉 平息了老肯尼迪的怒火 可这件事情让迈克感到屈辱 他生着闷气 老板屈服于肯尼迪的方式让我感到愤怒 在迈克眼中 这与米奇科恩事件不同 德鲁皮尔森不是恶意诽谤 声名狼藉的暴徒 他是对一个野心勃勃的公众人物 做出经过斟酌的指控 而且最终证明 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约翰·肯尼迪究竟是否找人代笔 已经无从考证了 与上一个案件不同的是 电视台的道歉奏效了 上次警察局局长 完全不买电视台总裁道歉的账 毅然决然告上法庭 动得电视台和华莱士都非常狼狈 可这次肯尼迪家族 也并没有打算打官司 只要道歉挽回影响就能接受 但是无论处理方式有何不同 这个事件成为迈克的又一次失败 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经历 严重伤害了迈克 科恩和皮尔森这两个事件 引起了不良影响 迈克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 甚至感觉无法在美国广播公司立足了 在美国主流新闻圈内部 大家认为迈克是一个形势鲁莽的人 追求轰动效应的渴求 会给公司带来麻烦 让老板难堪 一些原本欣赏迈克率直采访风格的观众 也开始表示反感了 他们觉得迈克是一个 说话不经过大脑的家伙 一心追求轰动效应 竟给电视台添乱 说话不可信 迈克在自传中写道 在那段时间 我学到重要和有价值的一课 如果你追求争议性 你必须弄清楚 这是一把很容易弄伤自己的双刃肩 遭遇两次明显的失败之后 迈克华莱士的节目受到质疑 一些评论家反复用伏击式采访和诱补 这两个词来抨击他 华莱士和他的团队并不认同这样的批评 当然 他们也觉得出现了问题 有过几次 他们在调查中 被兴奋冲昏了头 过于煽动情绪 而偏离了事实本身 美国广播公司总裁 一直很反感华莱士的节目风格 节目开播一年后 赞助商不再投资这个节目 节目停播 华莱士意识到 无法再在公司立足 开始另找工作 但由于合同没有到期 所以他只能暂时在美国广播公司 而上司又不分配给他任何工作 很是悲惨 有评论说 不到两年 这位有着大无畏精神的年轻人 从荣耀之地跌至 默默无闻的卑贱地位 华莱士在自传中写道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 我尝试了很多不同职业 做新闻 做广告 做演员 日子也过得还算舒适 但是我注意到一点 没有一个工作机会 是来自三大全美广播公司的 显然 在广播公司眼里 我是个被遗弃的人 华莱士是有些失落的 三大广播公司是美国电视机构的王牌 他一直想回到这样的机构 再次证明自己 1963年 机会出现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总裁 邀请华莱士做新闻节目 他重新回到主流新闻频道 1968年9月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开办新节目 《时事》杂志60分钟 麦克继续做突击访问 切而不舍地寻找惊天动地的新闻 已经50岁的麦克华莱士 经历多次诉讼风波后 再次重拾老本行 他依然想做出轰轰烈烈的调查新闻 1967年3月 麦克华莱士被派往越南 做关于越南战争的采访报道 那么他来到越南之后 有什么见闻和感受 麦克华莱士职业生涯中遭遇的 又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又是如何引爆的呢 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杨磊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麦克华莱士的纠纷 第三集 揭露美军 越战内幕 1967年3月 华莱士被派往越南 做为期两个月的采访 越南战争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他也乐于做国际新闻 到达越南西贡 华莱士被带到 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指挥部 这位将军 1936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空降兵出身 朝鲜战争时期 曾担任空降团团长 1960年成为最年轻的 西点军校校长 1964年开始任美军 驻越南总司令 麦克和将军一到视察 越南南部全境 将军当时给华莱士 留下了坚定自信的军人印象 他下额紧闭 目光锐利 一副威严的作派 当华莱士跟随将军 走进军医院时 那里的伤兵们 以崇拜的目光 仰视着他们的司令官 将军散发出一种 平静稳定的乐观态度 华莱士在越南采访的前几天 将军和他的高级顾问 一遍又一遍地强调 尽管美军遇上了一点点小麻烦 但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算 华莱士并不完全认同 这位美军越战司令 做出的军事判断 和那些过于乐观的预测 但是华莱士却对这位将军 产生好感 他说他没有理由 去质疑他的名誉和品格 而将军也对华莱士的记者工作 有一定的敬意 应该说双方的交流很融洽 彼此欣赏 但是华莱士可不是来谈感情的 他是个锐利而又犀利的观察者 他有多年做调查新闻的经验 通过他的观察 和与在越南待了几年的记者们的交流 他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 美军被困在沼泽地里了 等华莱士完成采访回到美国 他越发确信 美国干涉越南是个大错误 白白牺牲了很多生命和资源 尽管感到失望 华莱士在报道越南战争时 还是保持了中立立场 威斯特摩兰将军也认为 华莱士的态度并没有转向反对战争 就这样 华莱士一直关注越南战争 和将军也保持着通畅的联系 1972年60分钟栏目播出了 他早年报道过的三个因腿脚残废 被传送回国的越南老兵的最新状况 将军在节目播出后给他反馈 亲爱的Mike 我只是想告诉你 这是一个一流的报道 我从没见过比这个更好的了 说到这儿 我们先聊聊看 越南战争是怎么回事 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是法国的殖民地 二战时则被日本占领 1945年 越南共产党向法国宣布独立 在河内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也就是北越 1949年 前越南皇帝在法国支持下 在西共建立了越南临时政府 1955年 王位废除 越南共和国成立 也就是南越 越南战争就是由南越和北越 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从1955年持续到1975年 南越受到美国扶持 北越得到前苏联和中国支持 1961年到1973年 是美国驻越战争时期 1961年4月底 美国肯尼迪政府决定增加驻越军事顾问 派遣首批特种部队 下令进行强化的秘密战 开始特种战争 1963年下半年 美国的特种战争就宣告破产了 军事形势的恶化 促使美国政府考虑战争升级 1965年3月 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滚雷行动 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 1965年3月至1968年11月期间 美国空军共出动15万多架次的飞机 轰炸北越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出动十几万架次舰艇 1967年底 美国国防部宣布 美军在滚雷行动中 共投下86万多吨炸弹 仅在北越的空战中 美军就有近千架飞机被击落 并有800多机组人员遇难 可以说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 遇到了重重阻力 远没有他们原来设想的那么顺利 到了1967年3月 约翰逊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 美国将单方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准备随时随地同北越 标志着政策目标已由胜利 改为体面的推出 越南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焦点 这场战争缓慢 拖沓 人员伤亡日渐增多 国内开始出现反对战争的声音 1967年4月 在纽约发生了30万人参加的反战游行 随后反战浪潮越来越高 波及美国社会各阶层 全国陷入分裂和悲观中 1969年10月 美国全国百万人组织参与停战罢工的示威活动 反战运动最终导致约翰逊不得不放弃连任总统的竞选 尼克松政府加紧推进和谈的进程 1973年1月 美国退出越南战争 从肯尼迪政府秘密参战 扶植南越政权 到约翰逊政府大规模轰炸 试图迫使北越停战 最终尼克松政府促成和谈 退出战争 美国这三任总统 在越南战争中奏响了三部曲 在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要求下 驻越美军数量一次次增加 最多时能达到56万名美军驻守在越南 从1965年到1967年 威斯特摩兰试图通过消耗战略 使北越的伤亡人数大于补充能力 但实际上 北越的军事力量一直在增加 美军美洲的伤亡数字也在逐渐上升 最终美军伤亡总数达到30多万人 正因为如此 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越来越大 力量也越来越强 所以华莱士在1967年访问将军时 已经明显觉察到这种危机 只是报道时尽量保持中立态度 可他本人其实已经转向了反战派 在越南采访期间的所见所闻 使迈克华莱士成为一名反战人士 尽管如此 在报道越南战争时 他仍保持中立态度 事情仿佛过去了 可是十年后 迈克华莱士做了一期 揭露越战真相的节目 直接激怒了威斯特摩兰将军 开始了漫长的对簿公堂的日子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杨磊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迈克华莱士的纠纷 第三集 揭露美军越战内幕 1981年 电视纪录片制片人乔治 找到华莱士 想要合作一期新节目 他说 他在调查一个 关于美国高级军官 在1967年的越南战争中 精心策划骗局的故事 据一位参加越战的 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官提供的线索 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参谋团队 有意隐瞒了 当时越南南部敌军的实际兵力 目的是为了支持那些乐观的言论 号称美军控制了战局 并必然获得决定性胜利 但是这些被篡改了的统计数字 使得美军的地面部队 华盛顿的政治家们 和美国民众 在越南军队1968年1月 发动的春季进攻中惨败 对战争进程 造成了全面的毁灭性打击 华莱士当时就意识到 这是多么大的政治事件 是个雄心勃勃的任务 但是他当时还是想拒绝 因为60分钟的工作 已经让他像个陀螺似的连轴转了 乔治没有罢休 他保证说 由他来做费时费力的资料搜集 和大多数的采访 他需要一个有影响力 毫不犹豫就逼着采访对象 直面尖锐和富有挑战性问题的记者 华莱士是最佳人选 于是华莱士答应了 接下来几个月 乔治不辞辛劳的追踪需要的信息 并且时不时告诉华莱士找到的证据 随着工作的进展 他们越来越意识到 关于西共军事情报机构的证据 是多么具有毁灭性 最让人震惊的证据之一就是 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高级代表们 所透露的 他们第一次公开承认 军事报告却有伪造内容 隐瞒了敌军军力 在所有的证据中 一位将军所透露的是最有攻击力的 他曾是西共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他说 当他把对敌军军力确切的估计数据上交时 被威斯特摩兰给压下来了 将军不承认这些数据 等到华莱士采访威斯特摩兰将军时 他脑子里已经记下了这些内容 并且计划好了 在采访中探讨的话题 将军和华莱士一见面 非常热情地打招呼 他把华莱士当成了自己人 可是当采访正式开始时 将军的心情就急转直下了 迈克华莱士在越南战争期间 对越战的报道 让时任美国越战总指挥的 威斯特摩兰将军十分满意 时隔多年 威斯特摩兰将军更多地把这次采访 看作老朋友的重聚 然而为了这次采访 迈克华莱士做足了功课 从1967年到1981年的14年间 迈克华莱士和他的同伴 一直在搜集各种证据 调查事件的原委 那么通过这次采访 迈克华莱士从威斯特摩兰将军那里 得到了什么信息呢 华莱士提到 1967年春的那个关键时刻 当时另一位将军和他的副手 已经得知 敌军力量要比之前提供的情报 强大得多 他们向威斯特摩兰 汇报了这个最新情报 并同时提交了一份议案 建议修订官方报告 并重新调整对敌军兵力的估计 但是威斯特摩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将军回答 我没接受是出于政治原因 什么样的政治原因啊 华莱士追问 为什么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炸弹呢 因为那些身在华盛顿的人 还没有足够的理智来理解和评价这件事情 媒体也没有 这个令人震惊的公认 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 1967年春天 威斯特摩兰和总统约翰逊都清楚 国会和美国民众都不会接受 越战再一次的大规模升级 特别是规模要扩大到 能击败兵力比原先 预计足足多出一倍的北越军队 像这样的战争升级会使日益高降的反战运动 声势浩大 并激起新闻界新一轮的批评轰炸 这就是威斯特摩兰选择隐瞒更精确的新情报的政治原因 接下去的采访中 华莱士问起威斯特摩兰 在1967年下做的一个决定 当时他把一整支越共自卫队 从战斗序列中剔除 这时将军已经被这些问题给深深地激怒了 他没有回答 而是用谴责的口气进行回击 迈克 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做了那个决定 至今我也不后悔做了那个决定 我坚持这一点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现在让我们停止吧 华莱士暂停了一会儿 随后他用更直接 更涉及细节的方式重复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 在1967年夏天 你突然决定把一整支越共自卫队 从战斗序列中剔除 而这支部队自1961年起 就算在战斗序列内的 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吗 将军答 不 当然不是 那是 华莱士追问 难道你没有在你8月20日的电报中 说明这一点吗 将军答 没有 没有 是的 没有 华莱士说 我这里有一份你8月20日电报的拷贝 将军 哦 当然 好吧 好吧 随后华莱士就读出了电报的内容 我们近几个月正在构筑一幅成功的前景 自卫队应该被剔除在外 否则新闻媒体会立刻揪着敌军力量扩大这一点不放 没有一个解释能避免让媒体得出一个错误悲观的结论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将军只得承认 这么做确实是为了向媒体和美国民众隐瞒北越真实的兵力 采访做得相当成功 当秋天剪辑完成时 每个看过最后版本的人都认为 这是一部重量级的电视新闻纪录片 肯定会引起一些争议 尽管追踪的事件发生在14年前 但是敏感度依然很高 1982年1月 这部纪录片《没被算在内的敌人》正式播出 维斯特摩兰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称这部电视纪录片是荒谬的欺诈 指控华莱士把他置于专断的宗教审判所里 节目播出后会惹来官司和非议吗 我们下次再讲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狼怒服务号 一同探讨历史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难点 再见 1982年 麦克华莱士在纪录片《没被算在内的敌人》中 爆出了时任美军驻越南总司令筹划的政治骗局 因这次事件引发的诉讼 再一次将麦克华莱士拖进泥潭 麦克华莱士身心遭受了怎样的打击 竟然试图用自杀寻求解脱 过亿美元的诉讼下集